那再来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永久屋 我们都有当时设一个所谓的产发馆 那以长治百合来讲 它有一个产发馆 里纳里的产发馆 还有乌拉鲁兹的产发馆 以及新莱伊的产发馆 那这四大永久屋的产发馆呢 我们这原民处这几年来 我们透过原民会的一个计划补助 我们有去做一个竞争型的计划争取 就是我们有在乌拉鲁兹 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所谓的屏东咖啡的基地 那我们在里纳里呢 我们也在这几年积极要打造成为屏东红里的基地 那从今年度开始呢 我们在长治百合也希望能够建置一个 所谓的卢凯族的竹花百合的一个基地 那新莱伊部落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去把我们春日香跟莱伊香 这个好水 它所孕育出来的好的农作物 我们呢 希望打造一个 就是新莱伊基地 有一个活水芋头馆 就是用好的水 二丰菌的水 这样的一个产生出来的一个好物 好芋头 好农产 我们希望新莱伊打造一个好物的一个基地 那这些基地呢 就是我们未来希望说透过地方创生 那真的是能够把我们的一个观光资源引进来 让我们的产发馆能够活化 那未来呢 不论是从北部下来要往墾丁的游客 我们都希望它能够在下我们的交流道之后 能够透过这一些产物馆 那也希望我们原乡的各个乡的一个好物 不论是文创的文化的工艺的音乐的等等 我们也希望这些产发馆能够负起这样的一个通路据点的 这样的一个任务 那透过我们外面观光资源的一个连结串联 能够带动活化我们的祸出的去 然后人静的来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在我们的新来义基地呢 它很特别 因为在我们的长治百合基地 我们有一个雾台国小的百合分校 在里那里基地呢 我们有一个长荣百合的小学 那在乌拉鲁兹基地 我们有一个泰伍国小 那唯独是新来义基地呢 它没有去新设一个学校 那当然我们也不希望 就是透过新设学校 去做一个重复的一个事情 即便是还有那个需求